最近的馬斯克在台灣 在台灣不認識馬斯克的阿婆阿桑 應該也不太多 我指的是古名 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那個馬斯克 我們那個頭顧裡面長那個阿伯 那個馬斯克 他是不是外星人 外星人 他是不是外星人 他怎麼會什麼鬼都知道 母母人都找來來 我真的覺得有些時候你看連阿伯 頭子阿伯都認識馬斯克你就知道 他有多厲害 所以在這裡面 那個SpaceX他有意要來台他的星鏈計劃 他現在大家都知道首富也有跟首富之間的星級 他也有的拼 那現在馬斯克要跟這個所謂的 貝佐斯大家互相尬掐 那都是差不多年紀差不多同一年代的 首富對首富有不同的想法 我指的是全球首富 那所以這個馬斯克他現在就覺得 他現在旗下三大企業 除了特斯拉每個人都知道之外 那現在SpaceX專門放火箭 我們都跟阿伯說 就是那個放火箭要上外太空的 要移民火星的 那還有呢 他還有一個這個晶片 就是他有個放晶片的 要植入這個 現在已經希望能夠了解這個人腦 這個類比神經 到底怎麼跟我們這個AI科技串聯 這三大領域 他通通都有涉獵 那現在第二個大家預計有可能會比較成熟 像這個女股神都有買這個 他的ETF裡面都不買了這個 這個馬斯克 我看他們兩個真的是 有麻吉 然後他在那個SpaceX 他這個新链計劃有可能來台 那前一段時間我們都聽到了 這個群創被買到幾乎快飛天的原因 就在於 他打入了 所謂的這個群創進入了 這個SpaceX或者新链計劃 他方面的相關產業鏈 那因為這個據說 我們大概沒有看到 就是說 這個發射的火箭 以及相關的這個 上中下的產業鏈裡面 他的一些儀表板 那個各方面都會用到 所謂的這個面板 那在這裡面 據說 這個群創也攻入 而且甚至攻入 他們有所謂的中控台 那這些訊息 這個逐步看出來之後 這個很多台廠 也有一些相關的產業鏈 準備要搭著這個 新链計劃的順風車 那我們幫大家鼓鼓掌 如果有機會的話 其實這對台灣科技的產業的一個 地位的提升 以及產業的應變能力跟供貨能力 都是一大優點 都是一大的喜訊 那長榮也好 中鋼也好 特別是中鋼我們真的是 每個人都要幫我們的中鋼號鼓鼓掌 這個頂得起我們所有 全台灣最多投資人 看好他真的是有他的一個原因 那當然台積電護國神山這段時間 因為整個整體的局勢 跟他的一個角色扮演 他跟中鋼不太一樣 但是中鋼實在是因為拜登爺爺 他抱著這個名牌 這個鋼鐵 基本上基礎建設是他最重要的一個 另類的這個傳產的護國神山 所以現在在這個台灣目前為止 而且中鋼真的是佛心來著 他真的是把他這個報價還沒有立即拉 你看他留了一些空間給他 這個上游的客戶 以及他底下 一些廠商大家每個人都魚露青磚 這就是為什麼你看到其他的那些 這個一大群的這個鋼鐵類股 他憑什麼 憑什麼他們都會 一朵一朵這個漲停的話都能夠開始 因為中鋼他其實有相對讓利 他基本上他可以調很高的價格 可是國際報價 尤其是熱壓缸 他全部都上來 可是你看 他在這個 這個部分 他通通都有留 一些 這個一口飯 給人家那個 留好幾口飯 讓他的這個上下游的這些客戶 通通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我真的覺得 你看 他對他的客戶都如此 他對小股東當然都很 都很照顧 有時候常常講說 也許他 悶了很多年 股價也都一直 你如果要賺股價 你都覺得他到底在漲 搞不清楚 但是你看 他哪一年他連續 他成立以來到現在 從來沒有虧待過股東 小股東 他每一次 你看他就算股價 配股配息 從來沒有虧待過之外 他每次 最有名的就是中鋼的 股東會每次發給大家 不是雨傘嗎 就是那個什麼 那些杯子 今年是那個熊愛台灣 那個螺絲旗子 那個黑熊 那個 一些象徵意義 你看非常的精緻 他恐怕送出來的 可能都比他配給你的現金股 比來的高 所以這些部分 大家是覺得真的 鋼鐵人PK 我們現在的航海王 航海王 很多人覺得 哇這個貨櫃三雄 特別是 長榮 大家本來擔心說 他那個長四輪到現在還被人家扣押 這個錢200多億 到底要怎麼回事 大家都覺得他到底行不行啊 那但是你看他從股價證明 他當然很行啊 而且其實長榮大家也都 身為我跟好多次 跟大家都已經講過 訂單是滿載 那他的貨運貨櫃船 忙到不行 那 4月初的時候公佈出來的財報 也非常驚人 嚇人的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這個長榮你看萬海跟這個陽明 而且陽明小白的最愛 常常就在那邊給你一直 洶湧的湧進來 大家都要去買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相信 在站穩萬七 如果要維持一個平盤 而且相對的輪動的情況之下 那個長榮啊 中鋼啊 你看又穩又大 那又是相對的 這個外資也買投信也買 我們這個很多的小股民通通都會買 那特別的戶櫃三雄部分也是表現可圈可點 我覺得這是我們很多的 這個投資 閃戶們 我們通通都是一個 美好的時代 那趕快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們除了PK誰強 他們都很強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BDI的強談這部分 很多的小白你趕快要去注意到這個部分 他們是標股很會標 但是他們相對的散裝貨運 即便現在你看到 什麼惠陽KY 思維航等等 這個真的是 船很小的時候一下子就 就很容易水一漲他就上來了 那的確股價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點波動力 但是我還是必須要講說 因為BDI的指數 是這些 這個受到一些 海峽型的船 跟巴拿馬 船型 他們日租金同是 同步的一個大幅的調漲2000美金的 2000美金的一個激勵 主要是因為這樣 所以只要BDI的指數 他一強談 你就看到 這些小型的這些 貨櫃輪散裝貨運的 這個股票就很會動 所以在這裡面 我覺得我們也可以才從這裡面 好的訊息裡面來 好好準備他們 然後了解一下 但是當然 他們這個貨櫃三雄的穩當度 應該還是遠遠超過好這些散裝航運 那他們相對的被帶動也好 那剛剛指數開盤 上漲了27點 那希望說這個早盤的開盤 幫忙帶動的 包括像是台積電 跟聯發科跟中鋼都是有漲的 好那所以 一週新的一天開始 百萬股民的一個小確幸 看能不能 從這個禮拜 這一週就開始 那趕緊我們趕快速速看一下 後面的 我們還有市新KY的部分 要跟大家也講一下 那鋼鐵是因為保鋼大漲 那中鋼說實在真的是佛心 你知道他5月的盤價 到時候會漲8.1都先預先跟你講 他不錯 君子真的是君子 又能夠賺錢然後又能夠讓利 而且還能夠 這個什麼叫 以前人家的這個度量是大 不會跟你小股民間間計較 這個真是所謂的中鋼 這個特點真的是在這裡 台灣的好股票跟這個 可以挖口的 扣刷很多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們投資人可以非常好相信 我們是中鋼的 那除了這個大陸保鋼跌倒 那我也不能說人家跌倒 保鋼是大漲 但是說實在因為他們要碳中和 他們因為要符合 這個氣候協定 你看那個凱莉 這美國的凱莉已經飛到他們中國大陸 雖然被人家塞進了 這政策我們不談 但我們只是講說 因為 在這個他們碳中和要求的情況之下 他們這個量縮之後 有些那個鋼價他就會漲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保鋼大漲 那真的中鋼也相當的很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中鋼不錯 台塑的那個鋼鐵 你看上禮拜連長榮鋼 哇鋼掛牌都 你就知道說最近的那個鋼鐵類股 有多夯 很好